出门跑步时,我遇到一个漂亮女孩,和我的妻子柳如烟长得很像,她好奇地看着我,哥哥,你和我男朋友长得真像,我心情复杂地看着19岁的柳如烟,我就是你的男朋友,只不过等你35岁,我们就要离婚了,如烟傻眼了,青春娇好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慌乱,我静静看着这张脸,没有解释,也没有质问,柳如烟35岁犯的错,不应该算在如烟头上,一路上如烟不断对我发出疑问,不是,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啊,我那么爱你,我心里一梗,无边无际的酸涩 今天在路上走着走着,就捡到了她,19岁的柳如烟,她从16年前来,是我不漂亮了,或者是你家人不让我们在一起了,还是你得绝症了,如烟面色焦虑地走来走去,总不能是你外面有别的女人了,我深吸一口气,扯出一个笑,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如烟,我和她的感情,走到今天早已经烂了,但19岁的柳如烟不知道,她还沉浸在我们热烈的爱里,你说话,无言,小姑娘着急的都快爆炸了,只因为看见了书房里,我拟定的离婚协议书,其实我还没下定决心离婚, 我的目光在如烟身上缩寻,有些贪恋,这样鲜活明媚的柳如烟,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了,如烟,你爱我吗?话一出口,我就有些嘲弄的笑了一下,三十多的中年人了,还会问这种话,哎呀,当然,我爱你胜过我自己的生命,如烟抬头和我对视,19岁的少女眼神急切,靠近我的时候,青天的香气扑了我满脸,如烟的脸上全是恳切的爱意,我心底一软,不过,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,我深深看着她,心口有些发疼,这几天柳如烟出差了,先在家里住两天 如烟眨眨眨眼,突然伸手抚向我的眼角,那里,因为岁月和风霜已经生出了皱纹,我又不爱保养,跟19岁的如烟站在一起,太不般配,我有些难看得别开脸,鱼带嘲讽,我老了,是不是?如烟突然笑了,嗓音里是我好久没听过的宠妮,老了也好看,特别有魅力,如烟捧起我的脸,认认真真的说道,如烟就算变成小老头,我也喜欢,我心底一阵久违的悸动,同时也感觉有些讽刺,难以续果,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,收到四家侦探给我发的照片时,我正 我刚才给柳如烟拿药,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上好的药,专制骨骼顿痛的,18岁的时候,柳如烟帮我,挡了尹腾成指使人挥过来的棒球棍,就落下了这个毛病,十几年都没好,一劳累兼备就疼,手里的药膏滚落在地上,我看着那些照片,浑身被令人窒息的无力和悲凉感喜剧,柳如烟出轨的对象,居然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尹腾成,我早就知道柳如烟变心,也以为不管对方是什么位高权重的,或者青春年少的人,我都能坦然接受,� 但是我知道他喜欢了柳如烟十几年,我都从没想过会是他,因为曾经,尹腾成在高中霸凌过我,我始终记得,17岁的柳如烟,单薄的肩膀挡在我身前,他怕得发走,还是护住了满身伤痕的我,尹腾成,你再欺负无言,我让你赔命,我闭眼,一滴泪在我脸上划过,睁开眼睛,我一阵恍惚,如烟闻声而来,脸上全是担心,怎么了,无言,我哑着嗓子,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回答他,柳如烟,你喜欢别人了,如烟一下子就炸了 他不信,怎么可能,我发过誓,我爱你了,就去死的,无言,这肯定有什么误会,少时,不信人间有别离,19岁的如烟,坚定的相信着,他的爱可以持续到35岁,可世事苍苍,人心一变,他不知道,少女的爱意,早已死在我们相守的每个日日夜夜,我抬头看着如烟,想起柳如烟和尹腾成的照片,心里莫名涌起一点该死的希望,万一,真是误会了,如烟看我神情恍惚,忍不住捏住了我的肩膀,眼神坚定,无言,肯定是误会,你不要这么轻易就决定离婚, 好不好,再给我一次机会,行吗,我深吸一口气,行将旧木的身体,好像被他倾出了一股勇气,好,19岁的小姑娘,值得我给他所有机会,你说我出轨了谁,尹腾成,怎么可能,小姑娘总是这么不稳重,我摇摇头,喝了口咖啡,心情还算轻松,我怎么可能会和尹腾成搞在一起,我最恶心怕了,如烟烟烧躁的走来走去,好像遇上了什么世纪难解的命题,我淡淡的把桌子上散落的,柳如烟和尹腾成进出酒店的照片收了起来,如果要打官司,这些都是呈堂正供,如� 我轻壳一声,如果让你设置保险箱的密码,你会设置什么,柳如烟书房里有一个保险柜,我不知道密码,如烟有些奇怪的看了我一眼,你的生日,我的所有密码,不都是这个,我顿了一瞬,那个保险箱的密码,曾经是我的生日,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了,我打不开了,如烟好像猜到了什么,他静了一瞬,从刚才烦躁的情绪里抽离出来了一瞬,无言,你先别伤心,如烟看起来有些慌乱,眼眶泛着淡淡的红色,一定是有什么误会,你相信我,我看着他,淡淡N了一声, 没忍住把他揽进怀里,我眷恋他的爱,即使知道,这应该属于同样少年的顾无言,但我永远相信十九岁的柳如烟,如烟松了一口气,瞬间恢复了斗志昂扬,走,我们去和尹腾城,battle,我不去,如烟默然抬起头,眼睛里闪着静惊亮爱意,无言,我知道你看见他会不舒服,我自己去,我一愣,我早就不怕尹腾城了,那些年柳如烟给我的爱,已经让我从那场霸凌里走了出来,我低声笑了,多讽刺,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人,自己走向了深渊,看着眼前年� 无心气盛的如烟,我叹了口气,尹腾城在娱乐圈经营多年,早就活得像个人精,如烟估计连他的身都进不了,我还是陪着你吧,我站起身,直视着如烟,我太爱柳如烟了,即使知道他出轨,即使我要离开他,我也还是爱他,更何况是十九岁的如烟,那是我们的爱最浓烈的时候,如烟红着耳朵,小心翼翼的看我,无言,我能亲亲你吗?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,就感觉唇上一闪而过的柔软触感,随意如烟不好意思的抱着我,小姑娘毛茸茸的头埋在我 一如当年,他的声音闷闷的,像受了委屈的小猫,无言,我特别特别爱你,你相信我,我清晰的听到了自己的心跳,我在此刻,再次爱上柳如烟,我将着胳膊拍了拍他的后背,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嗓音沙哑,柳如烟,你要是能一直爱我该多好,如烟没有说话,两久,稳在了我颈侧,炽热的,冲了爱意的,小心翼翼的稳,尹腾城是个名副其实的豪门大少爷,他带着经纪公司,就是尹家的产业,我领着如烟站的前台,告诉尹腾城,我是顾无言,我要见 我一会儿,就有秘书请我们,上了尹腾城的专属电梯,我看着电梯上映着的如烟的脸,心思一动,如烟,待会儿我说什么,你都别反驳,他点头,乖乖巧巧的,看着,就惹人喜欢,19岁的柳如烟就是这样,在谁面前都娇气可爱,唯独面对着我的时候,像只小猫,爱撒娇,但也温顺,哟,这不是顾无言吗?高财生,最近过得怎么样?尹腾城把玩着手上的菩提子,这些年来,他几乎没什么变化,还和20多岁一样,而我和柳如烟打拼至今,� 我捏紧了拳头,强忍着心里的恶心,摆出一个恭敬客套的神情,尹腾城,我今天来,就为了问你一件事,我把声音掐得低沉,卑微极了,柳如烟是不是出轨了?尹腾城神色一鸣,随即吃笑,我怎么知道,他是你的爱人,你去问他,我捏紧了口袋里的录音笔,尹腾城再怎么说,也是公众人物,不会轻易承认自己,做了第三者,可惜了,收起可怜兮兮的表情,我恢复了冷脸,从口袋里掏出一大照片,扔在他面前,尹腾城的脸上� 终于有了一丝崩裂,不过他很快收拾好了表情,看也不看那些照片,顾无言,你知道的,现在AI技术很发达,这些照片一定是谁想污蔑我的,顾屁出来的,尹腾城言辞恳切,他这些年,一直走的都是正人君子的路线,但怎么也藏不住眼里的戾气,十多年前,就是他带人霸凌我,也就是他,凭着这张清风朗月的脸和优渥的家境,逃过了所有人的怀疑,除了柳如烟,那时候,只有柳如烟站在我身边,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,我呵呵一笑,摇了摇手腕,然后一下子砸在 尹腾城脸上,尹腾城尖叫一声,下意识想要还手,却被我狠狠擒住,我歪了歪头,扯出一个笑,尹腾城,我不过,当了几年普通人,你就忘了我是谁了,我自上而下看着他,眼神冰了,这里的隔音效果太好,外面的人听不到里面的动静,当年的学校里,柳如烟是个中产家庭出身的小姑娘,她不过是用身体固住了我,尹腾城一个大少爷,怎么会怕她,那场校园霸凌,最终是我爸来解决的,我是故事家族唯一的继承人,尹家,算什么东西,只不过后 后来我爸过世,我和家里断了联系,柳如烟才嫁给我,不然,就凭她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姑娘,想嫁给我,蓝如灯片,不过我确实已经和家里不再联系了,现在也只是在独尹腾城有所顾忌,毕竟顾家不出手而已,一旦出手,尹家绝无反抗之力,我瞥了眼一脸顾平的尹腾城,扭头喊来了一直在门外等着的如烟,如烟看着眼前的场景,居然有些开心,她附到我耳边,无言,你现在变得好厉害,我再也不用担心,你被别人欺负了,我 如烟不知道我的心思,她迎着尹腾城震惊的目光,嫌恶的打了个抖,眉毛都皱在了一起,十九岁的如烟还真是讨厌尹腾城讨厌的明显,尹腾城的神色逐渐变得怨毒,她贪恋的看着如烟的脸,古言,你又是什么好货色,你找这么个人,不就是想替代如烟吗?她站起身,有些失神的看着如烟,颤颤巍巍巍的伸手,想摸她小姑娘的脸,然后被如烟一巴掌拍开了,如烟激情开骂,大哥你谁啊就想摸我,你也不看看,你自己那张 讨人厌的脸,我摸了摸下巴,客观评价,尹腾城那张脸确实挺好看的,年轻人,多少戴点有色眼镜了哈,我择了一声,如烟心理神会,站到了我身后,伸手悄悄勾住了我的小指尖,我可耻的心跳漏了一拍,是多年不见的心动感,轻壳一声,我再次把目光转向尹腾城,我今天来,本意就是想刺激她一下罢了,人不经受点刺激,怎么露出马脚,我要尹腾城,死得难看,果不其然,隔天我就收到了尹腾城发来的信息,只有一个酒店名称,和 一句话,自己来,我扯扯眼皮,果断戴上了如烟,尹腾城这男的,玩得真变态啊,他和柳如烟,相对坐在酒店露天勇士旁的桌椅上,柳如烟穿着性感热辣的比基尼,那是在我面前从未有过的装扮,我趴的伸手盖住了如烟的眼睛,别看,脏东西,如烟的身体一僵,但还是乖乖被我捂捉眼,他伸手握住了我的肩膀,嗓音犹豫,无言,你别伤心,我们再看看,我点头,心里涌起,一阵酸涩,我和如烟在一� 一处绿树演一下,离尹腾城他们有一段距离,柳如烟背对着我们,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庭院里多了两个人,反倒是尹腾城,意识到了什么一样,频频朝我们这边露出一些暧昧的笑,我将在原地看着,呼吸都有些凝滞,那是柳如烟,是我爱了半辈子的女人,尹腾城站起身,笨外绅士的给柳如烟倒水,我听不清他们的说什么,但尹腾城倒完水,顺势握住了柳如烟的手,坐在了他旁边,柳如烟从善如流的躺进了他怀里,我闭了臂肝疼� 柳如烟突然涌起一组生理性的恶心,我捂着嘴,迅速扯着如烟离开了,我吐得昏天黑地,眼里渐渐泛出了生理性的泪水,如烟手足无措地站在我身后,眼睛赤红,似乎比我还难过,吐完以后,如烟小心翼翼地伸出手,手指都在颤抖,他说,无烟,我能再抱抱你吗?我抬头,路灯映照下,少女眼里的泪水浸一道刺眼,她的眼睛里还呈着赤诚爱意,和浓得划不开的愧疚,于是我把头埋进她的怀里,眼 柳如烟,我哽咽着开口,把如烟抱得特别紧,第一次那么绝望的失态,柳如烟,你真的出轨了,柳如烟,今天原本是出差的柳如烟回家的日子,她跟我说买错了航班,只能明天再回来,却在酒店里和尹藤城私会,比起那些照片,亲眼目睹的真相,才让我撕心裂肺地疼,如烟的手,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,她一遍一遍地说,无烟,对不起,对不起,如烟认认真真,无烟,离婚吧,我帮你,我的无烟不受这种委屈,我恍惚着睁眼看她,人 如此真挚地爱着我,原来爱真的会消失,我沉默着点头,如烟捧起我的脸,轻轻地低头吻去我脸上的泪水,但她的泪水洒在了我脸上,她说,无烟,我对不起你,我也不知道,怎么会变成这样,人生若止如初见,何时秋风悲化善,等闲变故事人心,去到固人心一边,我扛着压力取柳如烟的时候,叔叔说这是人生给我上的一课,名为后悔,这一课太深刻了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,我昨晚精神恍惚,是如烟把我送回了家,醒来的时候,如烟没在,反倒是柳如烟 如烟,脸色铁青地坐在客厅里,她还穿着我给她买的裙子,我沉默一顺,随即坐下,无言,柳如烟开口,声音里压抑着怒骨,她甩出一张照片,照片里,我和如烟紧紧拥抱着,在昏暗的路灯下,你不解释一下吗?柳如烟死死盯着我,眼睛赤红,我打亮着眼前这个女人,仔仔细细的,她这些年退去了少女时候的可爱娇憨,变得优雅淡恋,我和她白手起家办了公司,我隐退幕后,她平时很忙,很少有空陪我,但不管 去哪出差,总会带点礼物回来给我,这次也一样,她的所有银行卡密码,都是我的生日,手机平保,还是我们的结婚照,我们是业内出了名的模范夫妻,如果不是事实摆在我面前,我根本不信她会出轨,我们已经相爱了好多年,我轻轻开口,柳如烟,咱们离婚吧,她不可思议的顿住,接而猛的站起身,有些失控的吼,离婚,顾无言,就为了这么个女人,你要和我离婚,我伸手拿起那张照片,垂下眼睛,细细的看着照片里如烟的身影,柳如烟,你知道这是谁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,我看得出她,努力保持着冷静,我不想知道她是谁,无言,你别倒好不好,之前的事我们不提了,只要你改,我们继续在一起好不好,我看着她,心里说不出的荒诞,这个人,连十几年前的自己都认不出来了,收起最后一丝妄念,我冷起脸,柳如烟,你昨天去见了尹藤城吧,柳如烟的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,走来走去,像一头困兽,我是去了,她说,我去陪她,她就帮公司周转资金链,我不这一次的看着她,柳如烟逐渐失态,那这件事 就算我们扯平了好吗,无言,你再信我一次,好不好,我站起身,擦去了眼角不知何时落下的泪,柳如烟,离婚是我们最体面的结局了,柳如烟执拗地看着我,眼睛里是罕见的泪水,我不同意,顾无言,我不许你离开我,我不懂女人的心,她看向我的时候,我确定她真的不想我离开她,那为什么要和尹藤城搞在一起呢,我眨眨眼,逼走了一滴泪水,我不想知道了,我只想离开她,柳如烟徒劳地想解释什么,我看着她,突然,柳如烟捂住嘴跑了出去,厕所里,� 低头看着她,有些心惊,柳如烟看我的眼神里,充斥着惊讶,喜悦和无措,她已经两个月没来立嫁了,我轻轻发着抖,如果真的怀孕了,那这个孩子绝不能留,我的人生已经过得稀了,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我们过这种生活,无言,柳如烟的眼神逐渐变得偏执又狂热,我怀孕了,对不对,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,嗓音很轻,我却莫名打了个寒蝉,我突然有些不认识这个爱了十几年的女人了,我不知道,我冷着脸看她,不管你是不是怀孕了,我都要和你离婚,我 柳如烟,我们两个已经没有未来了,柳如烟慢慢靠近我,睫毛颤抖着,好像被刺激的不清,无言,你听我说,你乖乖在家待一段时间好不好,我将在原地,她抱住了我的肩膀,你等我处理完外面那些事,什么隐藤城,还有那个人,我们都不去想了好不好,你乖乖的,在家待一段时间,柳如烟的几乎是在请求,但我还是拒绝了这个题,她真的被我的这句话激怒了,死死抱住我,把我往卧室里带,她怀着孕,我不敢挣脱,无言,无言,你太激动了,你待在家里冷静几天 好不好,她嗓音颤抖,眼角不断有泪水滑过,整个人显得可怜又病态,我遏制不住浑身的颤抖,咬着牙说,柳如烟,你别让我恨你,她浑身僵硬了一瞬间,随即更用力的抱住我,无言,我心脏好疼,她还是没有停,直到把我带进了我们的卧室,我咬咬牙,狠狠捏起拳头,向柳如烟又肩下垂去,那个曾为了保护我受过伤的地方,经不起击打,果然,柳如烟吃痛的瞬间,她手上的力气松了一瞬,我立刻正脱开,扭 我头就往外跑,柳如烟只是愣了一瞬,随即再次抱住我,她反应很敏捷,当年保护我的时候也是,柳如烟拿走了我身上的手机,和一切能联络外界的东西,她要软禁我,我浑身一点一点的凉了下来,柳如烟想,伪造我在家休息的状态,简直一如反掌,我和她结婚这么多年,好友圈几乎完全重叠,唯一不重叠的,是来自未来的如烟,被柳如烟软禁的第二天,柳如烟去处理一些公司上的事,我可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,但我知道,如烟一直在外面等着,不 她那时候喜欢拿着一个手电筒,光束朝着天空,正好能被窗户里的我看见,一晃一晃的,照着我心安,昨晚,我窗外就有那样的光束,晃动频率来看,只能是如烟,柳如烟甚至没有注意到,这些年,她早已经忘了,十几岁的时候,是怎样爱我的,果然,柳如烟的车开走以后没一会儿,门就咔哒一声开了,哦,我们家的门,指纹解锁,如烟摸到,我卧室门前,但门被柳如烟锁着,如烟打不开,我垂下眼睛,低声嘱咐着如烟,我出不去,但好在 如烟还自由,无烟,说完了所有事,如烟喊了我一声,隔着一道门,她的声音不算小,但不知怎么的,我总能听出她声音里的失落,如烟,我知道你想说什么,我用尽全力和她说着话,一夜无眠让我的嗓子有些嘶哑,你不必自责,我知道你爱我,十九岁的柳如烟,不要为三十五岁的柳如烟承担任何错,你如果回到了过去,就好好爱过去的我,不要想未来的是,人是浮沉,我越来越意识到,爱的产生和消灭,本来就是玄而又玄,且不讲道理的,只要在还爱着的时候好好爱着,就够了 我说,我爱你,柳如烟回来的时候,如烟刚走,她进了房间,手里提着酒店打包回来的食物,无烟,柳如烟半蹲在我面前,吃点东西吧,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燕云棒,眼睛里是小心翼翼的期待,我们有孩子了,无烟,你不开心吗?我看着她,扯出了一个没什么意义的笑,好,柳如烟被我的顺从喜悦到了,她半搂着我,呼吸撒在我脸上,说来也奇怪,明明是同一个人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柳如烟再也不能带给我脸红星跳的感觉了,我一口一口吃完饭,有些麻木地看着柳 柳如烟,柳如烟,我轻轻开口,你房间里有一个保险箱,之前里面放着公司的重要文件和我们的结婚证,密码是我的生日,现在密码不是我的生日了,是什么?在无数次的认清现实和心理建设中,我以为自己已经能坦然的面对这件事,没想到说起来的时候,还是会哽咽,我躲开柳如烟想给我擦泪的手,有些固执地问,现在里面装的,是什么?柳如烟没有回答,她避开了我的视线,嗓音干哑,无言,我们不去想以前的事了,好不好?她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我心脏顿疼,疼到一句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柳如烟眼睛里的火一点点熄灭,我全了全手指,问道,现在能放我走了吗?柳如烟,你不能光我一辈子,她苍白着嘴唇,有些无力的张了张口,还没来得及说什么,就被骤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,我心里骤然一松,有些虚弱的半靠在床上,结束了,柳小姐,我儒雅亲贵的叔叔坐在沙发上,不怒自威,无言当年执意要娶你,我不是她的父亲,劝阻不了,但她毕竟是我顾家的孩子,我以为虽然她没了双亲,你也不敢怠慢了 柳如烟站在一旁,脸色灰败,我没看他们,大门外屏风遮挡处,有一个不易被发掘的人影,如烟穿着黑色的卫衣,戴着帽子,脸遮得严严实实,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满脑子都是她眼角微红的样子,无言,我回过神,叔叔正看着我,事已至此,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吗?我这位叔叔,雷霆手段,之前和我爸一起掌管顾家的时候,就以心狠手蜡主称,我爸死后,他更是一己之力,撑起了整个顾家,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血,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,大概是想让我说,一百 我拍中搞死柳如烟,搞死柳家的方法,但我太累了,我说,我想看在那个保险箱里有什么,叔叔挑没看我,无言,作为顾家的孩子,你心太软了,我有些脱离的点点头,然后朝书房走去,柳如烟没有开口告诉我密码,我也再没力气去问,叔叔随行的人,暴力拆开了那个保险箱,我正正的看着里面的东西,十几年流水光阴电影似的从眼前划过,那里静静躺着公司的机密文件,我和柳如烟的结婚证,和之前一样,唯一夺出来的东西,是一张照片,影腾成美眼� 是她最喜欢的一张舞台照,也是她的微薄头像,心死如灰,再难复燃,不管柳如烟对我表现的有多不舍,多深情,此时此刻,谁也无话可说,我不知道,我是怎么再次回到客厅的,站在柳如烟面前,叔叔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了茶几上,柳如烟痛哭失声,第二天,我去医院的路上遇见了如烟,这人蹲在路边,头发乱糟糟的,眼睛红着,像受了天大的委屈,我有些好笑的把人拽起来,怎么了?如烟看着我,眼神挣扎又痛苦,我闭开了她的眼睛,低下头 你该走了,如烟浑身一震,不敢置信的看着我,我抽了抽鼻子,冒出一个很荒诞的想法,你要让我走,我一下一下拍着她的头,温柔劝我,我们这么多年的爱情,虽然最后烂透了,但终究还是摘掉了一个烂掉的果子,就到这里吧,如烟的眼泪,大颗大颗的滴下来,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头,再让我重来一次,我也还是会爱上你,我看着她,目光温软,你站在那里,什么都不做都吸引我,但我不会再娶你了,你嫁给别人,好不好?我说完最后一句话,早已因悲伤脱离的身体,不受 我控制的向后倒去,我不能因为现在的痛苦,就否认年少时的莽撞爱意,但也没有勇气,让曾经的我,再经历一次了,独自等在家那些日日夜夜,很疼,我心里空的可怕,细数我这半生,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,少年时父母双亡,失去了人人羡慕的家庭,中年时妻子出轨,又回到截然一身的状态,叔叔看似在意我,带来给我撑腰的理由,只不过是我愿意把父亲留给我的骨粪转让给他,出病房的时候,无烟不知道去哪了,我躺在床上休息,叔叔派了人帮我 慌张的叫喊,是尹腾成,他好像被人拦着进不来,我示意护工放他进来,尹腾成完全失了态,呼喊着扑到我床前,无烟,我错了,你收手,你收手好不好,我没说话,细细打量着他,尹腾成脖子上有瘀青,除了柳如烟,我想不出是谁掐的,无烟,我做错了事,但尹家是无辜的,你别冲着他们去,好不好,算我求你,尹腾成狼狈极了,再也没有之前体面高傲的模样,我挑了挑眉,很抱歉尹少爷,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我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� 甚至为此病倒,如果顾家真的对尹家做了什么,那请你当做,我不带一丝情绪的看着他,忍着身体的不适,突出了最后两个字,报应,说完这句话,尹腾成就被拉了出去,顾无言,你好狠的心,你怎么敢这么对我,咒骂声渐行渐远,我长出一口气,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,我实在是太累了,醒来的时候,整个病房都是昏暗的,我翻出手机,头条居然是当红明星尹腾成当三倍挖,尹家一夜之间,资金链断掉,即将被收购,我叔叔做事还真是狠啊,我� 如烟去哪儿了,他应该不会不辞而别的,东东,病房门被敲响,我打开床头灯,在昏暗的灯光里看见了如烟,他沉默着,离我的床很远,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,怎么了,我轻声问他,心里没来由的慌乱,无言,如烟声音嘶哑,透过昏暗的灯光,我看见他的手在轻轻颤抖,我之前说过,欺负你的人,我一个都不会放过,如烟艰艰难的笑了一声,带着无尽的恐慌,他死了,我悚然一惊,猛的直起身看他,谁,你说谁死了,如烟� 如烟默的又退后了一步,隐隐露出一个笑,我死了,辜负你的柳如烟,死了,我浑身都发起了抖,小姑娘一步一步后退,退到门边,退到黑暗里,无言,你别怕,我说过的,我会一直保护你,他出门的一瞬间,我被巨大的慌乱淹没,如烟,我想要下床去追他,却挖的一下吐出一口血,然后陷入了黑暗,先生,您节哀,我失神的盯着天花板,据护工所说,他发现我的时候,我躺在病房的地板上,手机屏幕上是影家负面的新闻,整个房间没有第二只� 如烟好像从没来过,柳如烟自杀的新闻,是我醒来之后才爆出来的,对,自杀,因为胸器上的指纹检测出来,是柳如烟自己的指纹,现场也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,如烟,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一场幻梦,我在别人嘴里听到的故事里,也完全没有如烟的身影,监狱里的尹腾诚说,我那天是独自一人去公司找他,叔叔说他知道柳如烟出轨前,也不是因为接到了一个陌生少女的电话,而是隐妇没克制住到了他面前,如烟没有在这里存在过的证据,后来我无数次的想,如烟是死 十九岁的柳如烟,这悄悄做完一切之后,回到了他原来的时空吗?我向我的心理医生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,他朝我露出一个温和但无奈的笑,顾先生,您所谓十九岁的柳小姐,只不过是您的大脑,为了保护自己捏造出来的一个幻觉,它的存在会让你感到安全和正被爱着,对当时正在被出轨的您来说,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缓冲,说到底,是您保护了您自己,我恍恍惚惚惚的看着他,点头,所以十九岁的,深爱我的如烟,真的死了,死在我们相守的每个日日夜夜,今天是个阴天,我看 看着窗户,玻璃上映出一个穿黑卫衣,戴着帽子的少女身影